险藏潘大奶 不对 大帅奶 79.81 没藏过吗 给你尝一尝对吧 人都有第一次的 藏过以后呢就可以改名了 那我们来看看阵容啊 机械 牛仔 手牧加古董 你别说这阵容还行 而且这个牛仔之前我们是见识过的 这个牛仔的操作很好的 这道阵容修机速度呢 虽然说牛仔守牧人慢一点吧 但有机械师 而且守牧人就黄一之主的人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牛仔来打架呢也蛮不错的 我有点看好穷者 当然不仅仅是阵容啊 光阵容可能不一定 光阵容如果说机也是上来被抓 我可能就看好黄一之主了 但是因为上来追的是个守牧人 守牧人能这么轻易的让你秒了吗 这边这个一根触手确实压得有点好啊 这小伙儿还要挂过去打机械师的娃 过不过分啊 娃娃这边的话被赶走 那只能牛仔来救人了 算了机子算了机子啊 机子总量加起来的话 现在是两台半还不到 这个机子慢了点 救人嘛 这边没薄命 当然这边守牧人有根铲子 触手 一勾 一拍没拍到 打一刀没打中 守牧人这边能不能交铲 交铲好像没什么用啊 因为你交铲这边还在薄命时间之内 牛仔这边倒是带了个薄命 那看牛仔后面的一个打架 能不能打出东西来吧 诶 勾了一手 这边触手 鬼 他应该会放狗咬这个牛仔 我觉得 直接三步一放牵过去啊 其实我觉得可以放狗咬这个牛仔 你这放狗留着干嘛呢 这么稳 三步一放 给我们牛仔一点 诶 古董伤 那这个人 可能就挂不上了 一触手拍 古董伤 咬下来了 因为他这边已经放了 三次了 这边的话牛仔一个勾勾开 讲道理啊 这种打架呢 其实 我也是 觉得没什么机会的 因为牛仔一个人 如果说能打出一波摇下来 是肯定可以的 但是两个人 就不行 这边还骗了个勾 两个人就不行了 两个人这边古董伤害吃了一刀伤害 外面的机子夹起来三台半 牛仔这边也没有博命了 穷者这边再想来保这个人 宝宝宝宝宝宝宝太下来了 放狗了 老早好放狗了 放狗了 这边过来 咬住 一触手一刀 即便是 哎 一鞭子 打 打中的是牛仔 但是守末人是个白板 走不了 前面触手封 上黑圈 触手 这边封住路 好 拆触手也没有用啊 挂飞一个再挂一个 还是前面他第一波抓守墓人的时候的一个抉择做得好 当时我在想抓个守墓人多难抓呀 两根铲子 但是他确实他打完一根铲子以后呢 前面那个点被他用触手给封住了 那个触手还确实打到伤害了 这个就是这局的一个起始点吧 我觉得那一波他击倒守墓人以后 求人者就没有太多的机会了 而且后来看了一下密码机卖都不太好卖 干扰到了娃娃的机子 古董上来了看到了 这边的话触手吧古董上给你扫了 你出来你出来我就憋你 哎对喽一棍子没纸葛 两棍子一秒纸葛 但但有一说意啊这个黄一他打的确实不给机会 这他比较稳他比较稳他比较稳他他没有去怼那个守墓人 怼那个古董商其他可以抓古董商的 他为什么可以抓古董商的 因为古董商那边有一台大遗产 古董商那边有台大遗产的 他其实抓古董商当时古董商那边走不掉的 他把古董商压住击倒 压遗产机我觉得是也能赢的 当然他这边过来从结果上来看对吧 击倒了牛仔并且这边也是遗产机 那也能赢 也能赢 只是我觉得刚才击倒古董商节奏会更快一点 人放下了好的那这边抓古董商了 血体刀三二一 走你飞轮 再拍根触手吧 机械师修二楼的机子来不及吧 如果能打出三轮开门战是能平的 因为黄鱼之主这边的话 他底牌已经切了 但在三轮开门战看不到啊 外面两个人都是半血 从一起机子又来不及 编子拍的啊 好的 小钟可以的啊 小钟这把打的 觉得太稳了主要 不给人留活路啊 落地刀有了 当时牛仔如果不要往中场来 机械师中场压机子 牛仔第一时间换一个方向走能不能行啊 就不倒在中间的遗产机的话 我觉得穷者还是有的打的 还是有的打的 这边蓄力好过来 来 躲棍一刀 真不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